好提醒大家 這禮拜同樣又是非常炎熱的一週 像是在今天呢 新北市也非常罕見的 氣象署也針對新北市發布了 紅色的高溫警示燈號 這也表示有連續出現 38度高溫的可能性 那這麼熱的天氣 我們記者也實際測試 把冰棒拿到路上 結果實測看看到底多久會融化 才早上10點鐘 這室外感受真的只有 悶悶悶熱熱熱能形容 好多人出動洋傘 否則這樣睡下去 星期一上班更掩飾 天氣真的好熱 像是記者現在所在的 就是在台北市被標為橙色燈號 因為連續36度高溫 像是剛買的冰棒 一下子就融化 才剛切開包裝 冰棒馬上開始滴滴答答 高溫有多猛烈 不囉嗦上馬表 縮時畫面不過12分鐘 瞬間融化成液態 甜筒同樣沒多久就留了滿手 15號色天包含台北 桃園 台中共11個線區圈都亮起橙色燈號 新北還一度被氣象序預估 有連續出現38度極端高溫的機率 亮起紅色燈號 不過後來下車為橙燈 即便如此人不能掉以輕心 週六以前呢 都是比較偏向在西半部 有一些比較局部明顯的高溫出現 那從週一週二這樣子的分布情形 可以看到在大台北 還有中南部的晉山區的這一帶 整體的高溫都是相當的顯著 在紫色部分都是36度以上 甚至有局部37度以上的氣溫發生 最主要就是受東南風偏南風影響 就算五後雷陣雨也集中在中南部山區 雨區範圍不大 降溫效果相對有限 那我們到了週日左右呢 整體的西南風是比較減弱的 所以說呢 在整個風向的影響之下呢 我們在五後雷陣雨的分布上面 有點比較偏向到了各地山區 以及我們被封測的在宜蘭花蓮的這一帶 雨區擴大時間點佔定在21號週日那天 至於大家關心第三號熱帶性低氣壓 有沒有機會發展成颱風海米 氣象鼠預估 因為位置接近中南半島 15號晚上可能就消散 轉為一般低氣壓 對台灣天氣影響不大 TV區 天氣這麼熱 大家應該有發現夏天蚊蟲真的比較多 尤其是最近天氣變非常熱 蚊子當然很多 尤其是到戶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這樣的經驗 一群人聚在一起 蚊子就特地會去咬那麼幾個人 有些人就是不管怎麼樣都不會咬 其實現在也有醫生就有講 其實蚊子可能真的是會挑人咬的 我們來看到這個包含上市 最近天氣變熱溫度上升 當然蚊子的活動力就會變好 而且蚊子非常喜歡氣味 跟二氧化碳濃度高 這些其實他都有特殊的偏好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說 其實有一些人真的比較容易被蚊子叮咬 有四種人皮膚科醫生有特別提醒 哪四種人呢 來看看大家有沒有在這個榜上 第一個呢就是 呼出二氧化碳比較多的人 這些人是哪些呢 包含你可能正在運動 或者是勞動 因為這一些動作做事的時候 新陳代謝會加快 相對的呼出的二氧化碳量就會增加 所以像是小朋友很好動的小朋友 肺活量比較高的人 還有比較肥胖的人 相對來說 這些都會是蚊子比較喜愛的目標 而另外呢 體溫比較高的人 其實蚊子真的也是比較喜歡 因為通常你代謝如果比較好 體溫其實就是會比較偏高 那包含像是小孩子 其實也是算是這一類人 所以小孩子真的蚊子非常喜歡 還有孕婦跟喜歡喝酒的人 因為我們也知道酒喝多了 當然體溫就會上升 就會容易成為蚊子的目標 第三種就是容易流汗的人 當然這就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在運動的時候 二氧化碳代謝的多 會吸引蚊子 運動的時候流汗 當然也會吸引蚊子 因為其實我們的汗水裡面 是有乳酸還有脂肪代謝的 這一些物質 這一些東西 這些氣味都是蚊子最喜歡的 第四種呢 大家應該很難想像 蚊子喜歡哪一種人 就是很不會反擊的人 因為大家都知道被蚊子叮咬的時候 一定會想要打死蚊子嘛 但是呢像是嬰兒行動不便 或是正在熟睡睡著正傷的人 其實他們對於蚊子是非常難以反擊的 蚊子就會習慣性的 發現這個人都不會動很好咬 就常常會去找他 所以這四類人 當然非常常會成為蚊子攻擊的目標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 其實中醫師他也有特別提醒 濕熱體質的人也是蚊子非常喜歡的 包含像是你的體味比較重 或者是容易長痘痘 還有體質偏酸 容易口乾舌燥跟便秘 這三種症狀呢 其實就表示你屬於體質 在中醫的範圍裡面是比較濕熱的 那相對來說呢 也是蚊子喜歡的目標了 所以在這邊提供大家參考 就是這就是為什麼 可能一群人聚在一起 蚊子就是特別喜歡 某一些人的原因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天氣熱很多人都要吃冰嘛 因為可以消消暑氣 但是也提醒大家吃冰一定要記得適量 因為現在呢 有醫生發現其實冰吃太多的話 泌尿道可能會出現感染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到 因為其實醫生就有講 冰品有可能會影響尿道的健康 主要呢 還是因為溫度的關係 因為我們知道冰品 他非常的寒冷 非常的冰冷嘛 那食物的溫度 像是極冷的食物或者是飲料 其實這些都會刺激我們的尿道 因為尿道的血管 因為冷的關係就會收縮 收縮的時候 當然血液循環就會變得不好 血液循環變不好的時候 就會增加細菌感染的風險 那第二個呢 還要看個人的體質 有些人就是怎麼吃都沒有問題 但有些人就是一吃就還蠻敏感的 像是有一些人的體質比較不好的話 可能就容易受到冰皮的刺激 當然吃多了就很容易引發尿道的發炎 還有便秘也會造成尿道發炎 而且吃冰加上水分喝不夠多的話 這樣就容易便秘 那我們知道便秘的話 當然就是我們的糞便會積聚在大腸裡面 大腸跟這個膀胱其實離得非常近 所以會造成膀胱擴張 那加上膀胱跟肛門 他們其實共用神經系統 所以當這個便秘的時候 也會造成所謂魚尿 那魚尿當然呢 就在膀胱裡面待的時間比較長 就會增加我們細菌感染的風險了 所以醫生就有特別提醒大家 雖然現在夏天真的非常的熱 還是要適當的吃冰 不要一次吃太多或者是一直吃 而且還是提醒大家 一定要記得多喝水保持衛生 還有尿道周圍一定要定期的清醒 這是不分男女的 尤其女性比較容易泌尿道感染的 在上廁所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由前往後擦拭 相信這個是很多女性觀眾朋友 都會知道也會記得的 那麼也提醒大家 夏天很熱冰品 還是要少吃一點比較好 好了我們來看到台中有一名男子 因為他常常會使用這個鼻噴劑 常常覺得鼻塞不舒服 就噴一下就覺得好像通了 但是呢這樣天天噴 最後反而導致所謂的肥厚性鼻炎 鼻子整個就塞住了 必須要很大力的呼吸才吸得到氣 過敏或鼻塞患者使用以血管收縮劑為主的鼻噴劑 小心引發反彈性鼻炎 台中一名56歲男性長期濫用鼻噴劑 結果呼吸變困難到必須要用力才能吸到氣 看醫生後被診斷為反彈性肥厚性鼻炎 醫師發現患者是下鼻甲肥厚造成的嚴重鼻塞 走訪藥局販售的鼻噴劑主要是以血管收縮劑為主 嚴重鼻塞時使用多半能立竿兼飲 不過患者長期使用只會越噴越塞 後來醫師對患者進行微創黏膜下鼻甲切除手術 最重要的是患者要自己戒掉對鼻噴劑的依賴 都會提醒覺得不舒服了我們在噴 但不要天天用連續超過七天 就是救急很塞的時候 我們就是直接讓我的症狀緩解 鑰匙說鼻塞過敏患者有時可能會搞不太清楚 因為鼻噴劑依照成分也分為三種 食藥署網站有圖文提醒 類固醇鼻噴劑作用緩慢 要噴一週以上才有效 抗組織胺鼻噴劑作用比類固醇快 但緩解鼻塞效果較差 至於鼻黏膜血管收縮劑的鼻噴劑 能快速改善鼻塞 可是只能短期或救急用 像這一類的處方藥的話 它裡面的成分就是類固醇 然後一般我們的醫師在讓我們的病人 使用這個的時候 他會告訴我們說這個是保養的 天天都要用 然後像那種鼻黏膜的收縮劑 不可以連續超過七天 鼻塞過敏還是要看醫生 別覺得噴鼻劑效果太好 而持續使用 否則反而導致鼻黏膜反彈增厚 加重比賽症狀 TVBS新聞張君彥宏洪彩論台中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